主料,羊肉300克,白萝卜900克,白面500克,水240克,辅量,葱20克,酱20克,迷迭香,牛脂碎,罗乐,叶混合4克,13香5克,香油10克,亚麻子油20克,盐,味精,首先,我们先把羊肉剁成肉馅,个人认为手剁的肉要比较肉出来的肉香,因为羊肉有沙味儿, 我加了一些平时烤牛排做披萨的香料,这是牛脂碎,迷迭香,罗乐液混合香料,旁边是我国特有的知名调味料13香,亚麻子油对身体特别好,含有丰富的L4亚麻酸,把肉馅和调料放入盘中备用,为了方便白萝卜歇碎,我先用叉子把它抛成丝,由于白萝卜味太大,把白萝卜放入开水中捉一下水, 就会去除一部分的萝卜味儿,开水捉过的萝卜,捞出后放入凉水中泡制5分钟,这个时间我们去和面,面和好后性至10分钟,把白萝卜捞出,把里面的水分挤干,然后切碎,把肉馅儿调味料放入盆中,加香油,压麻子油,放入适量老抽,撩酒,搅拌均匀,好了,现在就开始拽进瓷,干皮儿, 包饺子中,好了,饺子可以下锅了,迫不及待呢,饺子出锅了,用刀切开一个看看,很诱人了呢,准备开动了,呵呵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